2016年總統大選是否合併立委選舉 一直是九合一地方選舉後的熱點話題 中選會今天開會決議 2016年總統和立委選舉要合併舉行 中選會下午經過多數同意 決議2016年將要合併總統及立委選舉 至於選舉日期和相關時程 則要等到3月中旬會議後再公布 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日前質疑說合併選將會造成 前後任總統有4個月的重疊期 對此中選會主委劉易舟表示 憲政空窗期並不是精確的法律概念 況且就算總統選舉沒有提前 還是會有重疊期間 而對於外界的疑慮 劉易舟說可能是人云亦云